郑俊宏这天为新歌拍摄MV 又跳绳又打拳 看起来有板有眼的 但是一向给人感觉文质彬彬的阿Fred 无缘无故要打太拳 行不行啊 为什么选了拳击会做这个主题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因为导演喜欢打拳 你不喜欢吗 我也喜欢 我从小我就开始学功夫 然后就有打拳有打太拳 但是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可以来到这里 以前我都来这里打拳 又可以遇到以前师父师母 所以就很亲切的感觉 就是什么东西都很熟悉 对 所以这次的歌呢 就是比较rock一点 跟之前的曲风有一点分别 对不对 很大的分别 那第三章的专辑我们也喜欢 那希望会有一点的特殊 有一点的摇滚的味道 就会比较重 所以这次的新歌 就是比较男子气概一点的 对啊 比较man啊 比较 对 没有那么柔情 像以前一样 没有 因为以前就 就温柔 就悲伤的情歌比较多 那所以就有一些新的歌曲 我也很开心 阿菩萝早前就集中火力 拍摄新剧雨碟同谋 让粉丝可以大饱眼福 为了让粉丝能再大饱耳福 阿菩萝最近也是积极录新歌 但是只有新歌又怎么可以满足一众粉丝们呢 所以听说他接下来会再开个人演唱会呢 还没有还没想因为还在录我第三章的专辑 所以我觉得录完才才想有没有机会再开演唱会 因为之前就公司有这个计划 但是我还没在想 所以就是第一部计划 就是先把那个新歌录好 对对一步一步来 现在进度怎么样 现在还好吧 还一半 差不多一半 你对今年有什么展望呢 展望就希望新的专辑会 好的层次呢 那希望 会三月头 我上一年拍的一个剧集会播出了 所以我都蛮期待这个播出 因为就很少看见你在电视剧方面呢 对啊 因为之前已经有两年都没有拍剧了 所以这一年就蛮期待